微信吧 因为用微信的人还是比较多 换手机会方便一点 反正华为也挺好用的 那苹果肯定就没用了 马上买华为 对微信现在大家都在用 如果没有微信这个东西 那谁会去用苹果吗 而且像苹果的话 如果下架了微信 那未来肯定还要下架更多的一些软件 如果真的这样子 就是用不了微信的话 那肯定是换手机 家长那一辈都是用微信的嘛 方便沟通肯定是用微信 那肯定会想到换手机 微信实在是就没有办法不用 不使用微信 那还要拼我干什么 抖晕